大家好,是宁珍律師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轉眼間已經11月了 奇怪不是才剛看完元旦101的煙火嗎? 不過進入11月 一年一度的重頭戲也來囉 那就是讓大家非常興奮的雙11購物節 大家都已經準備好要大買特買了嗎? 不過每年在這個時候 有關網路上出現賣仿冒品、賣假貨 這樣的新聞也不斷地被報導 譬如大家常常聽到的仿冒品 就有大概像是名牌包、專櫃的保養品等等 另外像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Britah綠水壺 也都曾經出現過賣假貨的新聞 所以其實花錢是小 但是如果說買到假貨 影響到身體健康的話 那事情就大條了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市面上的假貨大概會有哪一些特徵 應該要怎麼去分辨說這個到底是不是假貨 以及如果真的不信買到假貨的話 那在法律上又應該要怎麼來處理呢? 首先第一個最容易判斷說是不是假貨的特徵 那就是價格了 通常來說呢 只要價差跟正貨相比 實在是殺很大 讓人家覺得實在是蠻不可思議的時候 那這個貨品的來源跟真實性 可能就要打一下折扣 要有點懷疑了 因為如果說是正品的話 那為什麼廠商可以拿到這麼便宜的價格?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有正品的公司呢 其實也不太可能會讓價差這麼大的商品 在市面上流通 因為這樣子做的話 等於是打臉他們自己正品的定價嘛 所以呢 其實只要是在網路上標榜 他們是有特殊的管道去拿到正品 但是價差卻是便宜到不可思議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消費者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囉 雖然我知道啦 大家都很喜歡追求所謂的CP值嘛 同樣的東西 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去買到 就是爽啊 就是開心啊 不過對於太便宜的東西 可能還是要稍微有點警覺心的話 會比較好喔 第二個可以判斷是不是假貨的特徵呢 那個就是商品的通路了 在通路這個部分喔 其實如果說消費者是在實體店面消費的話 其實是還蠻容易分辨的喔 比如說呢 你在直銀店買的東西 那就是一定是正品的嘛 或者是你在百貨公司 或者是比較有信譽的賣場買的東西喔 也比較不容易會買到假貨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在路邊攤買到香奈兒 那百分之百就一定是反貌品啦 不過呢在網路上喔 因為很多電商平台喔 其實它就只是個平台而已喔 貨品呢 還是實際上由各家廠商自己所提供的喔 所以呢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正確的去控管貨品的來源 跟它的真實性 那我只能說啦 消費者在購買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慎選一下商品的通路喔 那其實這樣子呢 就可以避免掉很多之後會買到假貨的機率 那也可以減少很多很多網路的購物的糾紛喔 例如說我們剛剛說到喔 在網路上有很多假貨的這個綠水壺Vita喔 其實在很多電商平台上面呢 都有它的官方通路 那監獄去官方通路上面購買喔 那就比較不用擔心會買到假貨囉 那最後一個可以判斷是不是假貨的特徵呢 其實喔 你只要稍微觀察一下產品的外觀 還有它的外包裝喔 有沒有哪一些怪怪的地方 比如說呢很多的假貨它在它的logo上面 品質上面或者是一些細節啊 做工的部分 因為假貨它都賣比較便宜嘛 所以它當然會跟原版的正品 會有一些差距喔 稍微觀察一下呢 其實就可以發現到有很多假貨的端倪囉 那我們就現場來跟大家來比較一下喔 我這邊呢有兩個綠水壺的綠心喔 那外包裝上面看起來其實是蠻相似的喔 但是呢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其實都可以發現到很多端倪 這個很明顯就是反冒品 很明顯嗎 很明顯嗎 好像也沒有很明顯 好啦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說答案啦 在我左手邊的這個呢 它就是反冒品 那右手邊的這個呢就是正貨 所以呢大家只要稍微觀察一下喔 比如說呢 反冒品的話 它在上面它就不是BRETA的正確的標誌 但是呢如果說是在正品上面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上面有MAXTRA的字樣喔 如果說你買了綠心上面沒有這種MAXTRA的字樣的話呢 就很有可能就是假貨了喔 另外喔像是它這個綠心上面呢 它外包裝上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字 英文啊日文啊韓文啊還有繁體中文 但是呢像是這個假貨上面呢 它就寫了很多很多的簡體字 大家看到簡體字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因為呢它很有可能就是繁茂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綠心 其實我剛剛已經先把它拆開來了喔 左邊這個是假的喔 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個拉環的設計 但是呢其實真的BRETA綠心它是沒有拉環設計 但是呢它上面會有BRETA的浮雕 所以呢看到這個裡面它實際上的綠心的設計也會不一樣 好在買東西之前呢可能先注意一下喔 觀察一下它的包裝還有裡面的東西 跟真貨相比有沒有哪一些怪怪的地方喔 這樣子呢就可以避免掉很多買到假貨的風險囉 那接下來呢就要進入消費者最關心的喔 萬一喔真的不幸在網路上買到假貨的話 那應該怎麼辦呢 那當然最快的方式喔 當然就是善用網路購物有7天鑑賞期的這個權利喔 所以呢你一拿到商品的話喔 就立刻要去觀察它的外觀啊 有沒有哪裡怪怪的啊 那品質跟市面上的贈品有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喔 那如果說呢真的確實發現感覺不太妙的話 那就趕快退貨囉 好不好 另外喔消費者呢其實也可以對賣家提出 民事損害賠償的相關訴訟啦 如果呢覺得說這個賠償金太少 打官司不划算的話 其實也可以跟地方縣市的消費者爭議 調節委員會來申請調節喔 不過大家要知道喔 法律喔通常都只是讓你事後可以補救的一種方式喔 如果說你是在來路不明的網路通路來消費的話 有可能呢這種不肖的商家 欸他把貨賣給你以後 他人就直接就不見了喔 你要找也找不到 所以呢你想要退貨 或者是你想要跟他打官司 因為你找不到人嘛 所以呢恐怕也沒有那麼容易喔 因為你要打官司 你還要找得到他才行喔 如果說賣家真的非常的惡劣 而不願意出面的話喔 其實呢大家最後最後的殺手劍呢 就是可以跟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大隊 以免付費電話 0800-016-597 來提出檢舉喔 那就可以讓檢方來進入爭辦囉 而賣假貨的人呢 你也別以為喔 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好看喔 可以讓你賣假貨爽爽賺 但是呢卻不用負責任的事情喔 因為呢這種賣假貨的行為呢 其實它是屬於施用詐數 使消費者受騙 我誤以為你賣的是真貨嘛 所以呢讓消費者去交付金錢 那使消費者受有金錢上的損害喔 這種行為其實是構成刑法 第339條的詐欺罪 最重的話呢是可以除5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拘役或病科 50萬元以下的罰金喔 另外呢因為這種 明明是賣假貨 卻把正品的商標 放在假貨上面的行為呢 也侵害了原本製造商的商標權 所以其實呢它也構成了 違反商標法的相關的規定喔 最重的話呢 依商標法第95條的規定 也可以除3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病科新台幣 20萬元以下的罰金喔 好 不過說了那麼多 因為網路匿名性的關係喔 其實就跟我剛剛講一樣 消費者要在事後採取任何的法律行動 多少都會比較困難一點喔 所以與其事後想要討回公道 真的不如喔 在購物之前多花一些心思喔 慎選一下網路的購物平台啦 以及仔細分辨這些真假貨的不同喔 當然呢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比較避免落入業者的陷阱喔 避免真的發生網路上的糾紛喔 最後呢 那照例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網路購物都有7天賤賞期 這樣子的權利嘛 收到貨後7天內呢 都可以免費的退貨喔 而且呢自己還不用負擔退貨的運費 不過呢這種7天賤賞期喔 可不是所有的網路購物都可以適用的喔 有些產品呢 只要你一購買了 就不能退貨囉 所以喔 在購買這些商品之前呢 真的確定了才要下單好不好 那到底有哪些商品 沒有7天賤賞期的適用呢 想知道答案的話 就趕快去追蹤 銀針律師的IG 以及到我的臉書粉絲在按讚看答案囉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識 別忘了訂閱銀針律師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和到我的臉書粉絲在按讚囉 那我們就下一期見啦 掰掰